韩国娱乐圈有一对非常年轻的爱豆夫妇 他们就是韩国男团Fistland的鼓手兼队长崔明焕和韩国女团 前往那成员金绿喜 现在这对年轻的明星夫妻在韩国很受网友的关注 然而我们都知道在韩国对于爱豆的要求特别的高早造的结婚生子 那绝对是断送前程的 然而27岁的崔明焕和22岁的金绿喜 却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结婚生子 如今两人还有一个半岁多的儿子赞儿了 而金绿喜也为了在家安心带孩子一段时间 都很少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了 不过最近金绿喜和老公崔明焕 一起参加了一大韩国真人秀节目 会做家务的男人们 让网友们看到这对年轻夫妻的日常生活 22岁的金绿喜 长得还是很可爱漂亮的 特别是他们儿子赞儿完全就是继承了金绿喜 和崔明焕的基因特别的猛 而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崔明焕的丈母娘带着7岁的小舅子 突然来到家中做客 22岁的金绿喜妈妈也才45岁 而且颜值也是特别惊艳 完全看不出是已经做外婆的人了 45岁的妈妈看起来很年轻很漂亮 而且还有一个7岁的儿子 应该说是老来的子吧 不过金绿喜妈妈应该也是结婚比较早的人 如今金绿喜22岁 也就是说妈妈大概也是22岁的婚姆女俩 长得也是比较小 而且金绿喜弟弟的颜值 也是非常高以外的潜质哦 看来金绿喜一家颜值 都是非常半现呀 金绿喜妈妈一进门就开始唠叨的模式 打开冰箱门一看空荡荡的 一看下面一层冰柜全是冰淇淋 妈妈搞笑的推了一下金绿喜 就跟两姐妹一样笑得很开心 然后转身又走到客厅说为了小孩的安全 茶几不可以放在这里 又指着上面的架的姑说 这个要一直放在这里吗 一旁的催眠惯 很是紧张怯生生的站在那里 生怕丈母娘会说啥 不过丈母娘又搞笑的说 抱歉我太唠叨了 貌似每个母亲都是一样的哈 来到女儿家每次都是大包小包的带给女儿 然后还会唠叨一下 不过金绿喜妈妈也是担心两人 毕竟年龄也还是比较小 两人看起来都还是小孩一般 担心再照顾赞儿这一块也会有点不适应不过 虽然怕女儿女婿嫌弃 但还是会时不时唠叨几句 不过金绿喜的妈妈完全没有丈母娘的架子 反而觉得很亲近看着她跟金绿喜相处的模式 还是觉得挺羡慕的 而且这次妈妈来还给金绿喜催明焕 他们带了很多的小菜 也是亲自下厨做了一顿饭给女儿女婿吃 一般都是女儿女婿招待妈妈 反而妈妈自己动起手来